上次说到梅超峰去到龟云庄,遇见江南陆拐 所谓仇人见面,焚爱眼红,双方就拿出兵器,想说要动手 郭靖为了助陆位师傅一臂之力,他就说了 各位师傅,今天先等弟子和梅前辈打阵 龟云庄的庄主陆成峰本来想说劝下交 有心让江南陆拐和梅超峰互相谅解,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可惜自己没有精人的功夫,令到双方都听他的说话 见郭靖这样说,忽然想出一个办法,他就说了 各位别动手,请听小弟一言 梅思者和江南陆拐虽然都有仇口 不过双方都已经有人不幸去世了 继我说,今天只是输赌胜负,怎么到为止不可伤人了 陆拐以六敌一,虽然一向是这样习惯了,肯定觉得不够公平 不如就等梅思者和这位郭老弟对拆几招,那好不好? 梅超峰一听就不祭了,要我和那些无名小辈动手? 别搞我,郭靖又说了,梅前辈,你丈夫陈延峰是我杀的? 没有关我师父事,梅超峰不听游自可,一听就激起把火了 什么?是你杀的?好,那我先拿你命 他听声辨认,左手一伸,五只手指就要插到郭靖头壳上 哎呀,他报仇深切,一出手就用阴毒功夫,九阴白骨爪 郭靖手急眼快,啪声跳开几步,他才说,梅前辈? 那时候我连笑无知,误伤了陈老前辈 正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今天要打要杀,随理扁,我决不会逃走 不过你要讲清讲楚,明天你还找不找我六位师父晦气? 你这个臭小子,真是敢不走,是吗?真是没有走的我 好,我和江南六怪的事,亦就一不勾销 臭小子,跟我来!梅超峰要带郭靖出屋,找地方开片打过 黄庸见郭靖把这件事插上身,心急死他了 虽然郭靖近日被洪七公教过功夫 只对着梅超峰这样的武林高手,正是瘦彩手跟包树 急起来,他就对梅超峰说,梅师姐啊,你严命长吗? 六合的武功今时不同往日了,人家想拿你命啊? 二个吃生菜,人家都不跟你计较了,你还声大甲恶那样 要打要杀,拿彩吗? 好,黄庸这么说,梅超峰就更加生气了 我呸!我想拿彩? 六乖,你们的功夫职了很多,是不是? 好,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 哎呀,梅师姐,人家都免得跟你打啊 只是叫个徒弟出来,你就没了负了 好,好,三招之内,我杀不死郭靖的臭小子 我立刻砍头埋牆,死给你们看 哎呀,梅师姐啊,你不要指责下巴很轻轻的 三招就杀得到郭靖? 我说可以就行 这个时候,郭靖的心就想了 我学了红七公寒龙十八掌里的十五掌 端猜我把那十五掌都免得梅超峰十五招吧? 他就插嘴说 梅前辈,我陪你玩十五招吧? 黄庸见郭靖一加就加到十五招 哎呀,怕他再说下去 郭靖的人老实,一加又加 他就立刻说了 好了好了好了 十五招就十五招了 现在请律师哥和陪梅师姐来的那位人客作证 他们十五招还没分出胜负呢? 大家就算数了 梅超峰就期了 黄小妹?有人陪我来吗? 是啊,整天跟着你美后的那个人 是谁来的呢? 还没等黄庸说完 梅超峰向后反手一拉 就说想拉着背后的那个青衣怪人 梅超峰出手快如闪电 只一直站在他后面的那个青衣怪人 缩得比他更快 只要他随便移动身 已经退开几步 一点声都没有 真是好像涉青鬼那样 梅超峰自从回到江南之后 这段时间觉得有人跟着他美后 无论他怎样问 怎样捉 始终摸不到那个人 他双眼就瞎了 还以为自己这段时间精神不好 就疑神疑鬼 不过前两晚 他被欧阳克用蛇阵围着的时候 是有人在树上特意吹烧赶蛇 就为自己解了位 当时他就望空拜借 又没有人理他 后来他就在树脚足足等了几个时辰 然后没有人下来 刚才黄庸问他后面那个是什么人 就不能大吃一惊 什么 原来后面真的有人 他就声震震地说 后面的 是 是谁 你 你为什么整天没声没气地跟着我 啊 跟着梅超峰后面那个青衣怪人 好像听不见那样 不理不睬 梅超峰见没有人回答他 哈 突然一扑就扑上前 只我的青衣怪人就好像没有动到那样 只梅超峰就扑了个胸 各位 不是说那个人不用动 就避开梅超峰 其实他移动就移动的 不过移动得很快 就快到人看不出 那在场的人 个个都武艺高强 见这个青衣怪人的身发这么灵 个个见到都心寒 觉得这个人的功夫高到出晒 真是前所未见 六成峰就对那个青衣怪人说 各下那么远来到 请坐下喝杯酒 好凉 青衣怪人没有出声 另转身 个人轻飘飘地走出厅 梅超峰就以为那个青衣怪人还没走 他又问 那晚吹消的前辈高人 是不是各下 真是多得了你了 那梅超峰呢 自从盲了之后 就用双耳来代替双眼 他双耳练得很灵 居然听不见青衣怪人走出去 你说那个人的轻功多好呢 黄庸就告诉他 黄庸就告诉他 梅师姐 那个人走了 你和谁说话呢 是吗 哎呀 为什么 为什么我听不见他走的 黄庸就容易得 梅超峰不要跟郭靖打 就说他 哎呀 梅师姐 那你还不快去找人 还在那里发什么牛逗 梅超峰站住 定了一段时间 想着想着 还要杀仇人紧要 他就像恶死能登那样说 郭靖 你这个臭小子 快点动手吧 他双手递高 只见他十只手指头 尖不甩 好像十只钢鱼那样 被灯火照着 发出绿绿色的光 咦咦咦 那为什么手指头都会发光呢 不是吓人 那原来他 十只手指 查满毒药的 郭靖见他递高双手 又不打过来 就想着人家当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那便迟早都要打了 他就老老实实地说了 梅前辈啊 我在这儿啊 他那个我字 刚刚说出口 梅超峰右手仰下 左手五只手指 就挖到他的臉上了 郭靖側一个身 避开一下 就跟着打他一掌 梅超峰听到掌声 就想说避啊 哎呀怎么避得切啊 咚声 一掌就打正了肩头 震到梅超峰当堂打倒退 退了三步 郭靖是用航龙十八掌来收他啊 不过梅超峰的功夫是相当狡猾的 他那个人虽然在退 啊 雙手还还一招 一下就拿着郭靖的手腕 按着他手腕的内关外关 但会中三个月位 郭靖平时听师傅说过了 梅超峰的九阴白骨爪 就转门等别人 以为他发不到力的时候突然间出招 很难挡啊 他出来跟梅超峰动手的时候 对他这手绝招就严加防范的 谁知道梅超峰招数变化无穷 虽然打了他一掌 反过来还被他按住 左手腕三个月位 郭靖当堂全身冤冤 臂臂 急起身 他右手就弯上 弯上食指 弯上宗指 半掌半拳 打完梅超峰的胸口 这一招是潜龙物用的半招 本来他左手跟着勾拿 即是左推右勾 对手就很难避开这一招 可惜他左手被人按住三个月位 唯有半招都用 洪七公的航龙十八掌 就算是用了半招 也不得可了 梅超峰听到那些风声 有点怪诞 又不像掌峰 又不像拳峰 急忙側身避过一半来世 仍然被郭靖打中了肩膀 他觉得一度力推行自己 撞到后面 他就立刻右手一推 也推回郭靖一下 这一下 他们两个人是出尽全力 只要他们 向后中了几步 背脊一起撞到大厅一条柱子 一声 震到屋顶上 掉了几个砖头瓦片 龟云庄的家丁 看到几个砖头 嘩 嘩 嘩 光蓝六怪 郭靖出了两招 居然和梅超峰打个平手 没输没赢 郭靖的武功 确实是一个孙梅两个瓦 今时不和往日 心不知多高兴 韩宝区又不由得看黄蓉 心想 哎呀 肯定是这个妹丁 教武功给郭靖了 啊 桃花道的功夫 果然是使得 江蓝六怪 事关一入龟云庄 就遇见梅超峰 未曾和郭靖谈过 故此就不知道他跟狗子 神黑学过功夫 这个时候 郭靖和梅超峰 在大厅里打得很难解难分 郭靖的掌法又精又妙 出手又够力度 梅超峰又掌又爪 招数变来变去 郭靖看出 梅超峰的招数又快又奇 如果跟他见招拆招打 就很吃虧 他记实洪七公当日教他 对付黄蓉洛英神剑掌的缺巧 就不理梅超峰如何花样百出千变万化 自己一尾将杭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 一掌接一掌就轮着打出来 打完一次又一次 这个缺巧果然使得 他们两个拆了四五十招 梅超峰居然埋不到他身边半步 看到黄蓉笑得合不上嘴 江南六怪伸了一条腿出来又缩不上嘴 陆成峰、陆冠英、两子爷 硬定定入神 陆成峰的心就想 十几年没见 梅师姐的功夫厉害了这么多 如果先头我和他动手 十招之内 一定被他拿命了 那位郭靖兄弟 年轻、年轻、年轻 为何这么好功夫呢 真是年轻有为 幸好我对他招呼周到 未曾抬瞒过 那个小王爷袁颜康 没有见郭靖两三个月 想不到郭靖的功夫突飞猛准 自己的拍马都赶不上 眼红到他什么 那这个时候 黄庸就大声叫 梅师姐 拆了八十几招了 你还不认输啊 那本来六十招 他特意加多二十几招 想快点收档 梅超峰越打越火 他自己苦练了几十年功夫 居然受不了这个年轻 他马上加快速度 又掌又爪 想快点拿郭靖命啊 他的功夫呢 本来比郭靖高很多很多的 只不过一来 他双眼失明 当然是吃抵一点啦 二来 就急着报杀夫大仇 就未免深躁那头啊 比武最骤忌的是这一样 三来 郭靖年轻力壮 学了航龙十八掌高招 那两个才打了那么久 不过打了百多招 梅超峰就慢慢摸清楚 郭靖那十五招掌法的路数了 知道近攻不行 就离他象龄远道 就飙来飙去 郭靖不知道他干什么 就一尾将我十五掌 就会一尾门打 哎呀浪費了点力啦 梅超峰这下就真的见效了 郭靖打下打下 气挪气喘嘛 黃蓉一見,知道再鬥下去,郭靖就一定輸了 他就猛地說,梅師姐,梅師姐,百幾二百招了,你還不認輸? 梅超風好像借了龍耳塵一耳,沒有反應,一味越打越金 黃蓉見到沒有收,突然靈機一動,就跳到大廚裡 他就說,靖哥,靖哥,你看著我 為什麼呢?郭靖用眼尾瞅一下黃蓉,見到他圍著大廚,就蹲蹲蹲地跑 還猛地向他入手,打手勢 郭靖明白了,馬上退一條柱邊邊 這個時候,梅超風伸到五隻手指,又想畫過來 郭靖一聲,突然縮到柱後面 一聲,梅超風五隻手指,插進柱裡 為什麼梅超風這麼笨,插進柱裡也不知道 原來,梅超風雙眼瞎,全靠聽對手的拳風腳步,來辨別對手的位置 這條柱固定在樹,沒有動,絕對沒有響聲 郭靖打打一下,突然躲在柱後面,他便知道 等他知道的時候,郭靖從柱後面一掌就打出來 那梅超風唯有硬接硬,用左手掌就擋著照推出去 兩個人就當堂倒退幾步 梅超風才在柱裡拔出五隻手指,郭靖這次就沒有趁勢去攻他 就是說,梅前輩,我的功夫未及你一半 請前輩手下留情 梅超風當然不放過他 如果給功夫,我三招之內贏不到你 我早就認輸了 今天不是比武,是報仇,報仇啊 我早就輸給你了 不過我今天就是要殺死你 梅超風跟著運足你 右手連打三掌,左手連打三掌,打到柱裡 陸掌全部插在柱裡,跟著大喊一聲 雙掌同時推出去 力拉,那條大柱當堂攔腰斷了 剛才打的時候,那些不懂功夫的人都走出廳了 現在只剩下的人,每個人都會功夫 看到梅超風相掌推到柱裡 知道會塌了,馬上就飆了出廳 只聽見,那大廳倒了一半下來 每個人都走出廳了,沒事 就剩下那個兵馬指揮士段天德的武功差點 走不及,就被屋頂那條大樑扎實兩隻腳 痛到他又哀哗鬼叫 完顏康走過去,就托起那條大樑 等段天德爬出來 兩個就想趁亂走人 剛剛另轉身,背後就被人點了月位 兩個就軟來來中落地下,沒有人走得了 這個時候,龜雲莊,雲重月暗 大家走出大廳,稍為鼎鼎神 由自見到郭靖、梅超風兩個在花園裡 打得啪啪啪啪 加上梅超風運工時的骨骼聲響 比在大廳裡打得更加驚心動拍 郭靖的功夫,本來就不及梅超風 出來花園,互凳客火 他就更加吃虧了 打打一下,左手手背不小心 被梅超風的手指挖損了 一挖損了他的手背 只聽到梅超風就啪聲跳開 啪啪聲笑 郭靖又覺得奇怪 又覺得手背熱烈烈烈好像有火燒那麼生氣 抖下頭看看 看到手背那裏被梅超風挖損了 有三條血痕 那些血痕就微微帶有些黑色 哎呀 他現在才醒起梅超風的手去查毒藥 他就馬上叫 阿蓉呀 我中了毒了 他都沒有等黃蓉答話 就撲到梅超風那裏 呼呼呼呼連氣三掌 想說抓住他,逼他交解藥出來 這樣才能救到自己的命 怎料梅超風聽到掌聲 知道郭靖想拼命 早就避開了 黃蓉、江南六怪 他們聽見郭靖中了毒 個個都大驚失色 臨臨聲就圍著梅超風 不讓他走 黃蓉就說 梅師姐 你早就輸了 你還打? 你快點把家藥出來救人 梅超風聽到郭靖的掌風 噴噴噴噴噴 他不敢分心答話 他就留心應戰 這是關鍵時刻 那捱多一陣 郭靖不用打 他自己也會死 他的心就很歡喜 好呀好呀 你這個臭小子 越用力 那些毒就走得越快 今天 我總算報到夫仇了 那郭靖這個時候呢 頭暈眼花 整身貴奶奶 左手就完全遞不起身 那這些正是毒發的現象 好在他以前喝過梁子翁那條 複蛇補血 不是早就毒發身亡 黃蓉見郭靖的面子 似笑非笑 默默獨獨地 大叫一聲 靖哥 你快點退開 他十聲拔出鵝眉翅 就要撲到梅超風倒 誰知郭靖聽見黃蓉叫他 突然整個醒起 右手強硬推出去 這一招呢 就是韓龍十八獎中的第十一獎 叫突如其內 郭靖左手受傷中毒 故此這一招呢 就去得很慢很慢 就有這麼巧 梅超風對敵那時候 就全靠用耳聽 郭靖這一招去得很慢 就完全沒有掌風 他反而一點都不知道 被郭靖一掌握到 整個人蹲了落地 郭靖打了這一掌之後 自己整個人雲陀陀 擺了幾下 一個狼倉就蹲了落地 剛剛摸著梅超風旁邊 黃蓉見到郭靖跌跌 就連黃護低身 想去扶起他 梅超風聽見 身邊拍聲跌了個人下來 知道是郭靖 他自己還沒站在身 五隻手指就照插過去 哎呀 突然覺得自己的手指被刺傷 痛到他飛起 就立刻醒水了 插著黃蓉身上的遠慰甲 連隨一個鯉魚打挺 吐聲跳起身 接著 就聽見一個人說 哎呀 梅超風 看著你 嘟 一件東西就飛到他那裡 梅超風聽不出是什麼兵器 右手一格 嘟聲 那件東西散了 原來是一張木椅 剛剛覺得有點奇怪 又聽見 嘟聲 一件東西 比剛才那件東西更大 就飛過來 他立刻左手一擋 一摸 是一張雲石桌面 又滑又硬 他一時都無所識 從不知怎麼好 是誰這麼反抖 用台台燈燈來打他呢 原來是妙手書生朱聰 他先不先呢 就扔了一張椅子去梅超風 然後就躲在一張雲石桌底下 戳著兩隻桌腳 就照撞到梅超風 那著著梅超風 惡然那時候 又對了三件東西 入梅超風的衣服裏 梅超風突然覺得身上有幾件東西 瞭瞭瞭瞭瞭 冰冰滑散散 就嚇到冷寒直飆了 糟了 是甚麼暗器古怪的東西 還是人家洗妖法呢 他就馬上伸手進身 抓了幾件東西 一摸 哦 原來是三條金魚 再摸一下他的身 哎呀 嚇到他死了 原來他自己在貼身收藏的解藥 連著那卷卷著劍仔的九陰真經 哭了不見了 九陰真經是他的命根 不見了那怎麼辦呢 這次他真的害怕了 整個人呆了 一棵木似的站在那裡 各位 那他那卷九陰真經又去了哪處呢 明天再說